我送你到医院 子豪 郑刚 你 你怎么杀了子豪 不 子豪不是我杀的 我先送子豪到医院吧 别动 你杀了人还不承认 他跟你有什么仇 你为什么要杀他呢 有什么事 等我送子豪去医院 再说好不好 对呀 先把人送到医院去吧 杨树小马 快 快帮忙 把他送到医院去 快呀 快 快来帮忙吧 小心点 哎呀哎呀 不用解绳子了 哎呀 快去了 快去了 不用解绳子了 小心点啊 站住 走 去警局 子豪真的不是我杀的 我们四个都看见了 你还狡辩 郑刚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糊涂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娘 子豪真的不是我杀的 我来的时候他已经遇害了 住嘴 倒在你手上握着 你还不承认 走 去警局 走 走 这不是我 走啊 走 走 子豪不是我杀的 徐警局 走 徐警局 走 你还狡辩 走 跟我走 徐警局 真的不是我杀的 郑刚哥 哥 你拿着郑刚哥干什么 他杀了黄子豪 抓他去投案 不可能的 我没有 他不会杀子豪的 我没有 这一定是误会 走 我没有杀子豪 别废话了 走 我没有 走 我没有 不是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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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我来的吗 您非要帮忙 走 快去敷药去 一点小伤不碍似的 夫人 看您最近心神不宁的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我今天 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的 玉秋啊 你说 老爷出去这么久 还没回来 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我们老爷是大好人 福星高照 他不会有事的 您瞧 我还特地准备了 老爷最爱吃的菜 等他回来吃呢 他不会有事的 你去忙你的 我来做饭 裴山姐 小婷 小婷 怎么了 裴山姐 朕刚哥他 朕刚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朕刚哥他 杀人了 什么 朕刚他 朕刚他 裴山姐 裴山姐 你说什么 朕刚杀死黄子豪 不可能的 朕刚他不会杀人的 他不会的 我也不相信他会杀人哪 可是我亲眼看见他 朕刚是个宅心仁厚的人 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娘 我不管您看见什么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朕刚扼杀的 不会的 不行 我要去问个清楚 佩琴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警察局问个清楚 警察局是你想要去问就能够问清楚的吗 当时你又不在场 对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 一去了也没用啊 娘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杀人偿命 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您是说 朕刚刚会被判死刑 只要子豪就不活 朕刚难逃死罪 不过现在子豪还在医院观察 只要子豪不死 朕刚刚 朕刚刚不能死 如果朕刚刚死了 我也活不下去了 娘 佩琪 你都已经是做娘的人了 你要成熟一点 不该把一颗心 全放在朕刚你一个人身上 娘 我把朕刚刚的命 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 娘 求求您 我求求你了 佩琪啊 你这又是何苦呢 娘 你不是说朕刚刚宅心仁厚吗 再怎么说 他也是在弘家长大 他也是您的儿子啊 娘 娘 你一定要帮帮他 我求求你了 我不是不想帮他 我是无能为力呀 不 娘 你不是说 您看见朕刚杀人了吗 如果警察局的人问起 你就说您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都没有看见 傻孩子 在场的不止我一个 就算我不说 我也不能堵住其他人的嘴呀 不 你要想办法堵住他们的嘴 他们会听您的 娘 我求求您了 你 佩琪啊 你把头磕破了都没用啊 娘实在帮上忙啊 不 娘 您有办法的 您有办法的 我苦你的孩子 这事 咱们实在帮不上忙 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上他呀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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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刚刚不能死 朕刚刚不能死啊 娘 孩子 好 娘 好了好了好了啊 娘 好 娘 姑爷 混蛋 究竟是怎么办事情的 姑 姑爷 对 对不起 我当时太冲动了 冲动 我是叫你没去抓人 我让你杀黄子豪了吗 就你会杀人 你很厉害是不是 对不起 姑爷 我当时不是想要杀他的 是他黄子豪想逃跑 那你干吗杀他 你把他打昏不行吗 杀人可是死罪 你知不知道啊 他要是醒过来的话怎么办 不但是你 我们都会没命啊 是 姑 姑爷 只要让黄曹死无对证 我们不就 杀人 你还杀人 你杀伤隐了是不是 不 不 不 姑爷 我这都是为了我们考虑呀 这万一要是黄曹醒了 我们可就麻烦了 我要是靠你帮忙 我早就没命了 医院的事情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都是我害的 裴山姐 要不是我让你帮忙去找紫豪 郑冈哥也不会卷入这场风波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 裴山姐 郑冈哥出了事 你一定比我还难过 我不应该在这里一直哭 对不起 郑冈哥他不会杀人的 只要紫豪一行 认出真讯 郑冈哥就有希望 对 你说得对 小婷 小婷 你去照顾紫豪 他行了 事情就有转机了 好 我马上去 我现在就去 小婷 你一定要注意紫豪的安全 知道吗 我知道 你也一样 不要太担心了 要注意身体啊 好 那我走了 再见 郑冈哥 你千万不能有事 快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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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你探长走路不长眼睛啊 哥 小婷 紫豪 你要把紫豪带去哪儿啊 小婷你别担心了 我们只是把他送去 特等病房罢了 什么特等病房啊 小婷小姐啊 姑爷还特地请了两位护士 专门轮略照顾黄紫豪呢 小姐请放心吧 我们是专业的护士 一定会让病人得到 最好的照顾 这 小婷 别遮啊那的 难道你不希望 紫豪赶快醒过来 澄清事实 洗刷镇纲的罪名吗 走 小婷 怎么样 哥把紫豪安排在这边 比原来的普通病房 好多了吧 紫豪 我在这里一直陪着你 等着你醒过来 小婷小姐 不用你麻烦 用护士小姐照应就行了 你闭嘴 我这 翔子 紫豪 郑刚哥能不能洗清冤屈 就全靠你了 你一定要早点醒过来啊 王先生 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二十四小时看着他 要是皇子豪醒来 您绝对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好 很好 事情处理完之后 我还会重谢你的 是的 王先生 那我先回病房了 娘 我先不能来 bereton 能从哪呢 谁女朋友 所以你还要想 去你 跟何一趟 你们虎 あれ 我在这里 人 娘 您听我解释 那天小婷来找我 说子豪他失踪好几天了 郑刚去找子豪的目的 是为了帮他 郑刚他没有理由杀子豪 再说 郑刚他那么善良 他不可能杀人的 这我当然相信了 你刚才说子豪失踪了 怎么回事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可是无论如何 郑刚他不可能杀人的 娘 求求您救救郑刚吧 我当然想救他 可是我一点法子也没有 再说 无凭无据 警察凭什么相信我们 自从郑刚出了事 我一天也没有合过眼 有的时候累极了 打个盹 就梦见你爹 他要我救郑刚 我要是真有这么大的本事 驾暴他也不会 娘 对不起 多说我不好 我让你伤心了 不 你别自责了 这次正当有没有个转机 就看子豪能不能清醒 我会天天念经祈福 保佑他度过难关 早日清醒过来 谢谢娘 谢谢娘 佩珊啊 你和孩子们 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 佩珊 这阵子辛苦你了 你带着孩子们 搬回家来住吧 好歹有个照应 从前娘没有好好照顾你 让你受委屈了 今后娘会好好补偿你的 不 女儿不委屈 一点都不委屈 你和郑刚总是这么懂事 是娘糊涂 竟然百般阻挠你们 是我不好 你和爹收养我们 对我们恩仲如山 一切都是女儿不孝 对不起 好了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搬回来吧 我现在还不能搬回来 为什么 难道你心里还在怨娘 不 我一点也不怨你 那是为什么 苗季出了事 再加上阵刚又入了狱 孤人们乱成一团 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孩子 你变了 你变得更坚强 你变得更坚强 难道你会 为佳我 能数asan 你变得更坚强 口挺好的 眼心的 夫人 喝杯茶吧 谢谢 夫人 我们家老爷呢 怎么样了 有转机吗 我已经四处打听过来 可使却没有解决的门路 那 那怎么办哪 老爷不在家 我们的匠员怎么经营得下去啊 我已经去匠员 宣布暂时停工了 停工 郑刚他不在 而且豆料也全都毁了 如果再开工一天 只能再赔一天的钱 所以也只能停工了 等郑刚回来再开工吧 您不是四处打听了吗 老爷能放出来吗 郑刚他是清白的 只要子豪他轻行过来 只争了凶手 郑刚一定会被释放的 老天爷 我们家老爷一向行善积德 他是不会杀人的 求老天爷 快点让皇少爷醒过来 还我们家老爷清白 夫人 您要去哪儿啊 我忘了交代老胡 要总结所有的账务 得再去酱场一趟 夫人 您已经在外面跑了一整天了 歇会儿吧 我没事 朕刚不在 我现在得把他的事做妥了 是 等他回来之后 他才好接手啊 夫人 그거办法 是 他是 你